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这边我就要告诉各位 贪囊并不代表他会乱来 或者会有很多桃花 可是因为他对感情太过执着 他的要求很高 所以他对男生一旦要求高 你看年轻的时候碰到一个男生 哇 很喜欢 于是开始要求他 万一这个男生的命盘不够强 其实我们叫虚不受捕 男生反而会逃 会躲 这时候女生很不甘愿 我这么棒 你为什么要躲我 所以他可能因为报复心起来了 就去游戏人间 就去吸引别的男生 来证明自己是很有魅力 是 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会说他的桃花心 其实并不代表他不专情 这样执着的人必然专情 可是专情越专 有时候我们讲 以爱为名 行控制之事 我爱你所以你要听我 是是是 我爱你所以我为你好 可是男生可能会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也这样说 年轻的时候第一婚 很累的原因都会在这里 所以贪狼这颗心的执着 要求太高了 可不可以叫他放低一点呢 如果放低一点能做得到 他就不是贪狼了 这就是命盘麻烦的地方了 所以了解了以后就要知道 怎么去对待 再来啊 我刚刚看了一下Amy 五曲 我有耶 你有耶 我有 五曲这颗心的个性是比较刚强的 是 对我还蛮 个性蛮硬的 对 可是你看一旦个性硬啊 也有耶 杜林哥也有 有耶 对 可是他男生我们现在讲女生 对不对 可是传统都希望女生是要 温良公俭让啊 对不对 温柔婉约这四个是用在你身上 就要用你 没有 老公对不起 你看 有提醒了 有提醒了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可是五曲刚强的时候啊 一旦男生我们刚刚讲啊 这时候这几个八字 找男生都要找配得上 一配不上我就刚想虚不受补 其实是八字太弱 男生八字太弱配不上 好了 一旦配不上 五曲会说 哇 这样子对你 你还如此 而且因为强势嘛 身体起来看起来都很恐怖 所以这时候男生越怕 他就越觉得 我这么好你还不要我 好 这时候我们讲 那个报复心也是问题 是 可能就想让他难堪 让他难受 所以五曲这种心啊 通常在离婚的时候 都恨不得怎么样 把他的皮全部扒掉 让他没钱 穷光蛋一个 其实这也是一种报复心 所以我们讲爱恨分明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感情里面 这个问题就有点麻烦 就是不能出纠纷啊 一有纠纷就累了 是 那再来啊 是夫妻公是破军 对不对 好歉 可是哦 我们刚刚讲执着这两个字啊 破军其实就是所谓的执着 我们以前讲的叫吃情花啦 吃这个字什么叫吃 吃就是执着嘛 我就认定你了 我绝对不变 对不对 所以我死也要跟着你 我一直纠缠着你 可是你竟然不尊重我不爱我 像刚刚那种例子啦 恨到最后的报复 就是我让你一辈子难过 你看 可是把自己给毁掉了 所以压力压好 对不对 不可以压到你这种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要注意哦 是是是